昆林除了出來參選 主要是從小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之外 就是跟隨我們民主前輩的腳步 希望能夠出來捍衛台灣 其實在最近鬧得沸沸揚揚 一直東非沸背 台灣就是一直過了半個月好不容易抓到 但是我們的其實動保的觀念還是不夠 沸沸不幸的來死亡 那但是沸沸抓到了 那不幸的死亡了 但是在台灣到處在中國台灣 兩邊遊走的匪匪呢 他們為什麼一直在不斷的在吸收台灣的養笨 但是卻背地裡一直在做出出賣台灣的事情 為什麼捷克會這麼支持台灣呢 因為他們知道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英國的張伯倫 他的衰進主義 導致捷克蘇泰格地區被德國併吞 併吞之後呢 德國並沒有因此而停止 他反而是進一步的入侵波瀾 這告訴我們一個歷史教訓 我們如果對侵略者放下自己的心態 都不保護自己 不防衛自己的話 其實只會鼓勵這些侵略者 繼續來霸凌我們 這是我想我今天主要希望能夠表達 如果坤林有機會當上立法委員的話 我一定要站出來跟賴清德主席 一起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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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